这个峰会将在7月登场 一向力挺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立陶宛和波兰 两国的总统一同造访了乌克兰首都基辅 见到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上演了三位总统同框的场面 其中立陶宛的总统脑赛达在行前发表了声明 表示三个人讨论北约峰会相关的议题 以及磋商乌克兰加入欧盟 另外根据波兰总统杜达表示 他们也谈到瓦格纳兵变后的新局面 泽伦斯基则说目前还有一些瓦格纳佣兵 在乌克兰境内的俄国占领区 但局势仍在乌军的掌控当中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